那么在6号的晚间 华丽市建华路一处民宅 传出火警市长魏佳燕 除了是在第一时间表达关切 也指派施工所团队 了解是否有安置的需求 而在8号的上午也专程派员 前往了现场探视受灾的民众 并且也自证了慰问金 走廊上被烟熏的无奇抹黑 房间里的状况更是惨烈 所有物品复制一具 留下的只剩一堆焦炭 而这起火警就发生在6号晚间 华丽市建华路一处集合住宅 应不明原因起火 市长魏佳燕除了在第一时间表达关切外 也指派工所团队了解是否有安置需求 而在8号上午 华丽市工所秘书田介证 也协同国庆里里长林群尚 及里干事彭丽萍 前往现场关心受灾户的后续处理事宜 并制证慰问金 今天原本市长要来前往建华路的火灾户 那因为在定期会期间还在审议案之中 那不客前来 那由我的代表花丽市工所来关心跟慰问 那还好呢 索性这一次的火灾户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个伤害 火灾呛伤的民众 也已经在当天晚上出院 平安返家 那我们今天呢 除了自证慰问金以外呢 那后续如果在受灾户的部分 有需要我们公所来协助的部分 我们也会全力来配合 火警发生时恰好是晚餐时间 住客们早已外出用餐 但其中还是造成一名女性有轻微呛伤 索性送医治疗后并没有大碍 市长渭嘉燕也提醒民众 天干物照 请大家务必做好防火措施 并加装住宅警报器 才能在火灾发生时迅速反应 增加逃生机会 记者徐立晴华联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访问 Judith